大家好,欢迎收听民间故事,听有鬼事,昨晚发生的一些事情。 在我小的时候,当我看到某样东西,就会闻到它的味道。 这个现象在我长大以后就开始慢慢消失。 小的时候和家里人讲,他们都不相信,而且我现在自己都有点不确定。 这几天,我的笔记本散热一直有问题,所以都是房间关着,空调电扇,电风扇一起开着的。 我妈看完电视就睡觉了,我爸加班,我就在玩电脑,大概在一点左右的时候,隐隐约约听到有人在叫我的乳骨鸣。 我以为是我妈,就去隔壁看了一下,结果我妈他们的房间根本没开灯,而且我妈睡得很熟。 我喊了他两声都没反应,我就继续回来玩电脑,过了一会儿,还是听到有声音在喊我。 我就把音乐关了,认真听了听,什么都没有。 当时我心里就有点毛毛的了,准备关电脑,上床睡觉。 不过,和一个妹子正聊得很惯,又舍不得。 第三次听到有人喊我的时候,真的,我已经全神起了鸡皮疙瘩。 空调电风扇都开着,相当的冷,可是我房间的空调一直26度,风扇也不是对着我吹,这冷的有点不像话了。 我就起来关空调,当时心里也在害怕,按了344遥控器,都没把空调关掉。 就在这个时候,我突然闻到一股腐蚀的味道。 虽然我没闻过这类的东西,但是我的感觉就是腐蚀的味道。 我突然又想起小时候的事情,就对着空调发了一会儿呆。 结果味道是越来越浓,我死命按遥控器才把空调关掉。 当我坐下来对着笔记本的时候,完全感觉不到有任何的味道。 再后来,就没闻到也没听到也感觉不到任何的东西了。 和妹子打了一声招呼,上了一趟厕所,开了一瓶啤酒。 我就准备啊,用电脑把发生的事情记录下来,却鬼使神差的打开了一个帖子看。 看到这个帖子的时候,突然那种感觉又回来了。 特别看到窗户自动开了的时候,还有看到旁边的那个模糊的女人,魂都洗有点下霉了。 直接强行关机,开了客厅的灯,窝在床上。 再后来那种感觉,又慢慢消失了。 不一会儿,我爸回来了,问我发什么单,让我赶快睡觉。 我才感觉自己又活了过来。 我又才开始打开电脑,把刚才发生的事记录了下来。 其实这件事相当的奇怪。 首先在我家里,我爸妈现在都不会叫我的乳名了。 我的乳名真的很少有人知道。 而且真的是小时候我爸妈才会叫的。 我们这儿都管男孩叫小伙子,女孩叫丫头。 我妈都是叫我丫头,爸爸是叫我大明。 其次,我从小到大一直没有发生过任何的灵异事件。 而我现在这个年龄,用我们这里的话讲,就是火醉旺的时候。 昨天又不是什么特别的日子。 怎么会发生这件事? 最后我还蛋疼的拿了温度计,重新开了空调,一直都是26度。 根本不可能有那种冰冷的感觉。 只是感觉有点诡异。 也许是我想的太多了。 但是昨晚那段时间的经历,我估计这辈子我都忘不了了。 感谢分享故事的这位听友啊。 我现在有一个疑惑点。 你究竟是男孩还是女孩啊? 感谢大家的收听,我是阿浩,咱们下期再见。